接下来第七个单字叫 INVEST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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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examine When you examine something 当你去调查某事 examine这个字有考试在里头 所以考试是去测试一个人的能力 那examine这个字就是有去调查 有去查出什么样的状态 examine这个字就叫调查 所以调查某物 我们就可以说 INVESTIGATE 或者是叫 LOOK INTO 当你看进去某事 你去探究进去某事情 我们就会说 INVESTIGATE 那动词呢 后面如果去调E 加上 ION INVESTIGATION 那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名词 叫做调查 我们看例句 If a crime has occurred We should call on the place to investigate 我们看例句 假如 这是假设语气 连接词 IF If a crime 这个crime是我们的主词叫做犯罪 一个罪犯或者是犯罪的事情 犯罪 假如有一个犯罪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Occure这个字 它是等于happen 它可以等于happen 你可以在旁边补充 它可以HAPP 以NED加上ED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个has 主动词完成式 have加PP 或has加PP 好 所以 If a crime has occurred 如果有一个犯罪发生 accure的重复字为加ED 如果一个犯罪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We should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它这里用过去式 因为它想要委婉的去做推测 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对未来的事情做推测的时候 我们的主动词也可以用过去式 来表达你这个口气 是很委婉的推测法 所以 If a crime has occurred If a crime has happened We should call on the police to to do something 我们就应该要呼叫警方 呼叫警方来做什么事呢 后面 to加上原理 表示你接下来要做的动作的目的 我们要call on call on有叫呼叫的意思 我们就要赶快呼叫警方 来帮我们 to investigate to look into 来做调查 第二个例句呢 Th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the murder of a 16-year-old boy 好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呢 这个男孩 这个警方 the police 是警方 the 加上一个名词表示指整体哦 就指全部的警方 警方在干嘛 你看动词就用逼动词用复述 因为是比较整体嘛 好 所以警方呢 正在investigating 去掉1加上ing 这是进行事 警方正在调查 B动词 加上ving 我们叫做现在进行事 警方呢 正在investigating are looking into 他们正在进行调查 调查什么 来动词在这边 叫investigate 动词呢 叫the murder 他们在找寻那个谋杀的人 这个谋杀的事件 murder这个字有谋杀 谋杀的意思 好 所以他们在调查这一起谋杀案 什么样的谋杀案呢 the murder of a 16-year-old boy 这个我们刚刚在前面就看到了 一个16岁大的男孩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贯词 加上数字 加上单位 加上形容词跟名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year呢 这里这个单位 是不需要加s的哦 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 叫做16岁大的 16岁大的 这里很重要 当它是一个形容词的时候 你要留意它的单位呢 这个year绝对不会加s 16岁大的 所以呢 th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are looking into the murder of a 16-year-old boy 这个警方正在调查 一个16岁大的男孩 他的the murder 他的谋杀案 第二个例句 the cas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cas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这个under 这个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单字里头 有看到 under这个字呢 有在什么之下 它是一个介细词 所带出来的一个片语 介细词片语 好 所以呢 这个under翻诊在什么之下 我们就会翻诊 正在调查中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case呢 这个case是指案子 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案件呢 is 正在什么样状态呢 under investigation 在调查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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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